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整体来说就是北部地区东部地区要注意有雨 现在更重要的是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正在发展当中 有机会可能会在周末的时候发展成为台风 但无论它是不是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台风 它对于台湾在周末的时候就会开始产生影响 包括了东半部地区还有桃园以北地区 要注意周末的时候雨势会相当的大 主要可能通过台湾东部海面的时间点是9月30号 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到下个礼拜四这一段期间 对台湾的影响是最大 但周末开始就会逐渐的影响加大 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鼠的预测 北部地区英时多云短暂雨降影几率是50% 白天的温度是25到31度 这样一再提醒大家最近吹东风还有东北风 所以呢对于北部地区以及东部地区影响是比较大的 中部地区则是多云降影几率是20% 白天的温度是26到32度 南部地区基本上也是稳定 那主要是恒春半岛地区的屏东 那么午后可能会有短暂雷震雨 那屏东的降雨几率稍微高一点 那其他的包括了云嘉南降雨几率呢 还有高雄降雨几率只有20% 白天的温度是26到34度 东部地区是最不稳定的地方 宜兰有80%的降雨几率 然后花莲有60%的降雨几率 台东的降雨几率更高达80% 所以呢整个东部地区要注意 是多云时影短暂震雨或雷雨的天气状况 白天的温度是25到32度 澎湖地区以及金门马祖地区是相对稳定的 降雨几率20% 那么白天的温度27到30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台北台中花莲台东都是27度 台南以及澎湖目前是28度 高雄跟宜兰目前是26度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股市啊 那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都是上涨 这里面尤其是费成半导体 在美光的加持之下呢 是大涨的 我们来看数字 道中工业指数上涨了260点 收盘指数是42175点 涨幅0.62% 纳斯达克上涨了108点 收盘指数是18190点 涨幅0.6% 标普白指数上涨了23点 收盘指数是5745.37点 涨幅0.4% 费成半导体 则是大涨了177.98点 收盘指数是5310.50点 涨幅高达3.47% 七大科技公司其实是涨跌不一的 苹果呢上涨了0.5% 但微软下跌了0.19% 灰达NVIDIA继续上涨了0.43% 但是亚马逊下跌了0.71% Alphabet上涨了0.77% Meta则小跌了0.08% 特斯拉则是下跌了1.09% 所以这一个Mega7就是七大科技公司 它是涨跌不一致的 所以美股的上涨呢 尤其是费成半导体的部分 要特别注意的是美光 昨天释放出来的财报 上一季的财报 以及这一季的财务预测 都比预期要来得好 它的股价呢 在昨天呢 美股盘后就已经开始大涨了 那今天收盘的时候呢 最后呢是上涨了 百分之十四点七三 好所以表现是非常强劲的 反而要注意的是呢 那么跟AI相关性特别高的美超围 因为之前啊 记得吗 就新登堡研究呢 提出了一份空投报告 好那只说呢 美超围呢 涉及了会计操控 那现在呢 华尔街日报报导说 美超围正在面对 美国司法部的调查 那美超围呢 面临了这个大幅度的下跌 美超围呢 在费成半导体大涨的情况之下呢 它的股价反而是大跌了 百分之十二点一七 好所以两样情啊 美光极强 撑住了费成半导体 但是呢 这一个美超围呢 反而出现了大跌 好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油价 油价的部分要特别注意是 英国金融时报呢 在昨天呢 公布了一则消息说 沙拉第阿拉伯呢 现在要放弃 100美元的目标价 然后呢 将要增加它的产量 来挽回它自己的市占率 虽然这个消息呢 在能源市场当中 很多的能源研究者呢 都视为它是一个假消息 因为事实上呢 美国这个沙拉伯 根本就没有一个 一桶100美元的目标价 但是这个消息凸显出来 OPEC Plus的这个减量 然后来维持价格的政策 可能没办法持续 所以我们看到油价出现了大跌 纽约油价格呢 是大跌了2.02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67.67美元 跌幅2.9% 而白布兰特原油 下跌了1.81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71.09美元 跌幅达到2.48% 而芝加哥黄豆期货呢 则下跌了12.25美分 跌幅1.16% 而在贵金属的部分呢 则是上涨 那因为美金指数呢 出现了下滑 那么纽约黄金期货价格 上涨了10.20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 2694.90美元 涨幅0.38% 再创业率是新高 白银的期货呢 上涨了1.01% 铜的期货上涨了3.33% 把金的期货上涨了1.23% 铜的期货的上涨 其实跟中国大陆的 救市方案 还是有密切的相关性的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美金指数的部分呢 则下跌了0.42个百分点 来到100.52% 最近啊 其实每一个市场啊 它的讯号是不清 是彼此之间矛盾的 好 那么比如说呢 像是债券市场的部分啊 债券市场显现的 其实是一个 这一个 未来还要大幅度降息 甚至于呢 有一点停滞性通膨的讯号 所以呢 它两年期的公债殖率呢 快速的下滑 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呢 则相对的偏高 而且甚至于不但没有跌 反而是殖率往上升 价格往下跌 这代表的是停滞性通膨 但是呢 美国股市的部分呢 代表的是软着陆 甚至于包括了 因为中国大陆的旧市 对于这个美国股市呢 也产生了这一个 后续的效应 还包括欧洲股市 也产生了后续的效应 但美元指数的部分 其实昨天呢 美国公布的经济数据 其实是好的 可是美元指数却 趋弱 这一点很特别 下跌0.42% 美元对欧元 对英镑 对瑞士法郎 对日元 都是贬值的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欧洲 欧洲三大主要股市呢 都是上扬的 英国金融数据 百总股价指数上涨了16点 涨幅0.2%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 指数上涨了176点 涨幅2.33% 德国普兰克指数上涨了318点 涨幅1.69% 好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首先呢 美国公布的上周初次 清理事业救金人数 只有21万8千人 比前一周呢 减少了4千人 也比预期的22万4千人 明显的要少 好 所以呢 这个是正面的讯号 不过当然 这个续请 这个连续申请 事业救金人数呢 维持在183万4千人 这比前一周的数字 要来得高 也比预估值要来得高 它再次的凸显 就美国现在要找工作 确实变得比较困难 但是并没有裁员潮 好 这个是我们目前 就业市场看到的状况 另外呢 美国第二季的GDP呢 激增年率呢 3% 那么跟预期是相符合的 另外呢 美国8月份的耐久 才订单呢 原本预期因为7月份呢 非常的亮丽 所以8月份呢 可能会衰退 但是呢 那么8月跟7月相比呢 月增率是维持在7月就零 那么这个呢 其实比预期要来得好 所以不管是耐久才订单 或者出自清理 世界救金人数 其实经济出自状况 还不错 那这个状况还不错 那么 可是美元指数却下滑 而且外汇交易员呢 开始释放出来了一个讯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前面要降息两码呢 所以这一类的讯号 它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在里头 但基本上美国经济的状况 其实并没有那么的糟 好 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美国的东部的港口 现在罢工呢 似乎在溅在悬上 那么东部包括了纽约港 还有包括纽泽西港 还有休斯顿港 这些港口呢 它对于美国的经济运输 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因为到9月底呢 劳资合约就到起了 到目前为止呢 双方还没有办法达成 新一波的共识 那如果说10月开始 会展开罢工的话 估计对于汽车业者 制药业者 医疗保健业者 还有包括农产品运输 影响都会非常的大 有人评估呢 一天可能美国就会损失 6.4亿美元 当然这个延续的影响 其实是更大的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日本昨天呢 公布了它的上一次 7月份的这个会议记录 那么结果呢 日本央行的会议记录显示 它比预期的要来的 鸽派太多了 那虽然说在7月的时候 意外的7比2升息了一码 但是呢 那么在9位委员当中 只有两位委员 主张未来要进一步的升息 剩下的7位委员 都认为必须要缓慢步调 要小心注意 还要再观察多一些的数据 所以这一个消息传出来 是使得昨天呢 亚洲市场当中 美元兑日元兑美元呢 那么快速的贬值的重要原因 而现在呢 日元兑美元又贬到了 145.11日元兑美元 另外呢 瑞士央行昨天呢 降息一码 这已经是今年的第三度降息 让它的利率降到了1% 那么同时瑞士央行还暗示 未来还不排除要进一步的降息 好另外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金融时报所报导的 沙特地阿拉伯计划要增加产量 重新夺回它的市占率的 这些相关报道 那么这个消息呢 如果说最后演变成为是 沙特地阿拉伯拿来去打击 当初不听他的话 然后好好减产的国家的话 那会有一波油价战 会被转变成如此啊 要再观察沙特地阿拉伯的动态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美国现在打击中国大陆的 这个科技战衍生到面板 那么这个美国的众议员呢 写信给他们的国防部长 要求将京东方还有天马 列为国防禁止采购名单 那这个呢对于台湾的面板 也可能会有转单的效应 好另外再来注意到的是 昨天呢中国大陆呢 是在24号救世之后呢 进一步的是中央级的宣示 昨天呢中国大陆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那么通常来讲呢 他们4月7月跟12月 所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比较牵涉到经济 但没有想到这一次 9月份的会议呢 那么不但是谈经济 而且是由习近平拍板定案 要里面在这个总体经济 跟股市跟会市的部分 都释放出正面的讯号 第一个是要加大财政货币政策 逆周期调节力道 所以要继续的宽松货币政策 跟财政政策 第二个部分是要促进房地产市场 止跌回稳 这对房市的影响很大 还要加大白名单的 这一个这个项目的这个贷款 那么第三个是引导中长期资金 进入市场 那这个消息传出来了之后呢 昨天呢 陆港股就在这个下午盘的时候呢 大张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是 这个大陆的国家队 就是包括了中央汇金 政筋公司等等 所组成的国家队 现在统计呢 所持有的大陆A股的总金额 已经达到人民币3.19兆 今年的上半年呢 就进场买入了4600亿人民币 这非常接近历史的风 这个高峰的这个价格 另外呢刚刚提到说 要引导资金呢 那么增加对于房地产市场的 白名单的注资 那么现在呢也传出来说 中国大陆呢 现在打算有这个发行 特别公债的方式 注资国有的六大银行 然后一兆人民币 希望他们加大对于 房地产的业者的贷款的支撑 好所以昨天呢 陆港股呢 最后上涨的幅度呢 都超过三个百分点 上升综合指数上涨了104点 刷盘指数是3000.95点 涨幅高达3.61% 而深圳城市呢 也大涨了378点 刷盘指数是8916点 涨幅高达百分之4.44 香港恒生指数呢 则是一路开高走高 就收盘的时候呢 大涨了788点 收盘指数是19917点 涨幅百分之4.12 而且呢 以恒生指数来看的话呢 是创下了又创下了 今年的高点 然后收复了在今年五月的时候的高点 另外呢回到了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呢 是再一次的股汇双涨 那么昨天呢 股市呢 继续上涨了97点 收盘指数是22,858点 涨幅百分之0.43 成交金额呢 是放大到4,479亿元 而外资呢 已经是连续6个交易日 买操台北股市 就是联准会这个降息两码之后呢 他是天天买操台北股市 而且都超过100亿的这个买操额度 昨天继续买操了212亿元 不过在这个期货上面呢 又增加了空单 来作为他的币限 我们休息一下 rzearse 欢迎来 时城 早安 晚安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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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早安